做人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鞋子半边难 孩子的吧 但鞋子也半边家呀 日子很长 每一部电影都值得慢慢品味 都说孩子心里的世界与众不同 每一个有梦的孩子都很强大 罗家人生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 罗小弟喜欢静静地看鱼儿肆意地游 喜欢在人群中收集自己钟爱的一切 偷偷将它们带走 小弟头套鱼缸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仿佛自己变成了太空人一样 自由地在空中翱翔 透过罗小弟的视角 极具特色的怀旧风 在那些泛黄的镜头里 将观众迅速带入到那个年代 罗家就在巷子的尽头 这个小鞋垫的收入支撑着一家老小的开支 罗爸工作非常忙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放下手中的活 罗妈的嘴是非一般的存在 生活里的所有事情 只要他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生活苦乐参半 每当罗小弟享受独处的时光 思考人生的时候 总会出现煞风景的人 罗家大伯在向为礼发 罗小弟依旧难逃他的魔爪 成为了大伯殿的小白鼠 罗家奶奶是这家人的主心骨 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他带着大伯和罗爸来到香港逃生活 兄弟二人的职业都是奶奶选的 罗大伯说 新香港 新社会 一头一脚 刚刚好 罗家老大 罗静怡 是家中的希望 也是邻居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他是家里的骄傲 学习好 人缘好 就连跑步都是冠军 但是罗小弟却不招人喜欢 罚站 暴时 暗秒走 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终于放学了 罗小弟飞奔来到老哥的学校 想看一下哥哥 参赛时候的矫健身姿 这一次 老哥没有让弟弟失望 再次夺冠 沉甸甸的奖牌 哥哥送给了小弟 罗静怡与方飞之间 懵懂的好感 在急促升温 那晚回到家 罗爸又在忙着修房子 说 什么都是假的 最主要的是 保住这个顶 傍晚 罗小弟放学回家 罗爸都会例行公事地 问一问学习状况 顽皮 乱长话的罗小弟 总被罗妈一眼看穿 每次罗家兄弟打架 只有罗妈震得住 永利巷最热闹的时候 就是晚上 家家户户都出来 在巷子里吃饭 隔壁大婶会送汤给我们 一群人在一起 说着话 吃着饭 日子苦点 但幸福着 老哥约方飞姐姐 一起去看鱼 罗小弟 坚持充当电灯泡 青春爱意的懵懂 在慢慢发芽 罗家鞋垫前 罗爸感慨 鞋子半边男 罗妈却说 半边也是家呀 生活不易 还需艰难前行 又到中秋佳姐 别看罗妈拿回八盒月饼 分来分去后 罗小弟依旧不能入院 闹翻天的时候 罗爸一招声东击西 转移了小弟的注意力 于是罗家一群人 来电影院看夜光碑 这里有他最喜欢的明星 冯宝宝 趁人不配 罗小弟把夜光碑 藏在了自己的裤子里 旧时光总是很美 喜欢上方飞 让罗静怡的生活 充满了希望 但是自从他去过一次方飞家 就变得郁郁寡欢 方飞的家很大 有仆人 有司机 有别墅 有轿车 这些都让他感到自己 是那么格格不如 时光再走 哥哥也有心事 而我在街上 卖起了明星照 哥哥的身体突然变差 记忆力不如以前好了 而且总是容易累 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 从来没有考试失利的他 这一回有二颗不达标 罗爸起晕了 这顿饭真是难以下眼 罗小弟的秘密 也在这个晚上抱了无疑 为了吃到双黄莲蓉 罗小弟居然自己 供了半份阅兵会 生活还在继续 哥哥参加学校比赛 第一次没得冠军 垂头丧气的他 连方飞姐的电话都不接了 方飞姐一家要移民去国外 奶奶也要走 奶奶说的话很绕 很难懂 但是我记住了 苦海填满 就可以和亲人团聚 人生如苦 永无止境 一天 老哥突然要走金牌 说以后还会赢一个给我 虽然不舍得 但是我相信哥 原来 哥将金牌送给了方飞 飓风侵袭 让处在风雨飘摇的罗家雪上加霜 天灾无情 墙被摧毁 屋顶皆极可危 为了保住顶 哥哥 爸爸 妈妈 拼了所有力气 在收拾残局的时候 哥哥突然摔倒 罗爸背着哥 往医院跑 不幸和台风一样 不知不觉 就来到了罗家 哥被检查出 得了血癌 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哥哥 从此 不能再仓老 哥哥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结果比赛失礼 哥哥的身体越来越差 家人决定 带哥哥去北京看一看 到了北京的医院 罗小弟被吓哭 哥哥在一旁安慰 雪地上的血 是那么的鲜红 一个生命 就此消失 哥陪我玩雪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 医生和母亲的对话 过年难 新年新规矩 警察又来店里收钱 65块 对于当时的罗家来说 是一笔巨资了 哥哥身体越来越差 于是从家里搬到了医院 他在医院里 并没有得到护士的悉心照料 喝水 抽血 居然都要花钱 一个不满意 就扎得哥哥疼痛不已 生活再难 再苦 再累 罗马从不抱怨 做人 总要信 就是他的希望 罗小弟经常来医院看哥哥 哥哥叫他跑步的动作要领 也偷偷看方飞的照片 罗小弟追问 哥哥为什么不回家 哥哥沉默不语 为了让哥哥开心 罗小弟将自己收集的夜光碑 孙悟空 明星像等等全部送给他 哥哥却都不要 罗小弟无奈地说 我已经偷了所有东西给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哥哥什么也没说 只是抱住他 回家后 爸爸发现了罗小弟偷东西 抱他一顿 鞋垫生意不好 罗爸带空为妻子做了一双 舒适的红色皮鞋 罗爸给鞋子取名 道出了生活的真谛 一脚男 一脚假 这一天 很晚很晚 罗马都没有回来 当天夜里 哥哥的病情急促恶化 高昂的医疗费用 家里难以为己 罗爸不得以深夜去当铺 卖掉了结婚戒指 书写后的哥哥精神多了 方飞也来医院看哥哥 这是哥哥脸上 重现了久违的笑容 方飞离取 为哥哥买红彩雀 罗氏夫妇为儿子买粥 这一次分别 谁也想不到 是永别 散落一地的鲜花 地上的鲜血 破碎的杯子 消失的生命 为了哥哥 家里已经尽了全力 但是哥哥 再也醒不过来 哥哥代表着家的未来 命运却残忍地将哥哥带走 罗小弟疯狂地哭喊 也没能见到哥哥最后一面 追悼会上 哥哥创作的歌曲 被父亲放给大家听 罗爸在哥哥墓碑旁边 种上了一棵小树 为老大撑起最后的庇护 做人最主要的是 保住顶 有棵树 能听老大折音 他拉起了小弟的手 是悲伤 是无奈 也暗含着希望 时间如故 无情地走 几年后 小弟逐渐长大 也进了哥哥当年的学校 也成为了家里的顶梁主 影片的最后 妈妈说 做人总要信 是坚忍 是刚毅 是希望 是慰藉 据了解 这部影片 2010年上映之后 仅一个月票房就突破了2000万港币 用晚晚到来的表现手法 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家庭 面对绝境时候的艰难抉择 罗爸不是英雄般魁梧伟岸 也不是君王那般霸气威武 他只是平淡生活里最平凡的人 坚毅的眼神里藏着对家人的爱 脸上的皱纹 鬓角的白发和身上的疤痕 都是岁月侵袭下 爱的证明 生活里没有容易可谈 若注定无法抵御岁月的侵袭 至少 且行 且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